港鐵未有交代整項沙中線工程 一共向不同的承建商 發出過多少次的不合格報告 或如果涉及公眾安全會公佈 陳偉恩報道 沙中線三個施工有問題的站 其中匯展站未落夠公子鐵就挖掘 超過埋準許深度 承建商收過兩次不合格報告 將鋼筋龍調轉左放又收過一次 匯展站我們一定是包括三張的 一定是 究竟整項沙中線工程 發過多少次不合格報告 涉及哪個站 甚麼問題呢 傳媒希望港鐵一次過講完 但多次追問一下都得不到實數 工序上面其實有不同的地方 那些不合格的情況 有些情況就是 在工地上面是處置了的 是做好 但如果是有些不合格報告 是關乎安全 工作安全 我們一定會和大家報告 如果我們將它全部拿出來 告訴大家 可能市民都覺得是沒有這樣的需要 安全也有不同程度 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盡快改善了通募機制 想了辦法出來 一拼去和大家公布好嗎 最先揭發 牽連帶到要政府找法官查的 紅磡站鋼筋問題 承建商 雙磡頓至今都未交代 其實是否港鐵的高層都沒有他們 迫不到他們出來交代呢 是否市民其實都應該有個知情權 他們都應該出來面對市民呢 這方面我是同意你的說法 李頓現在在這件事上所做的事 如果調查出來 他們是有措施的 我覺得一定會作為一個檔案 以後我們要招標 或者是請不同的承建商來做的工程 一定會作為一個考慮 港鐵任務就事件報警 馬時鏗說不可以透露詳情 重新如果發現有人違法 一定會送官救治 有線紙記者陳慧欣報導